请问,你能说一下54张扑克牌的含义吗? 一副扑克牌一共有54张,每一张都代表着特殊的含义。 大王代表着太阳,小王代表着月亮。 剩下的52张牌代表一年中的52个星期。 红桃、方块、梅花、黑桃四种花色,分别代表着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季节。 每种花色有13张牌,代表着每个季节有13个星期。 如果把勾、圈、K当成11点、12点、13点,大小王是半点的话, 这样算下来,一副扑克牌的总数点刚好是365点,象征着一年的365天。 而润年的话,可以把大小王各算一点,共366点,也就是润年的366天。 扑克的设计、发明并不仅仅就是为了娱乐,而是结合了星象、占卜、天文、历法。 还有呢,扑克牌中的勾、圈、K,分别是英文、骑士、王后、国王的缩写。 勾圈K加起来一共有12张,分别代表着欧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12个历史人物。 玩了这么久扑克牌,原来还有这么多名堂,快讲讲,是哪12个呀? 梅花K是亚历山大大帝,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统帅。 他统一了希腊横扫中东,不费一兵一族占领埃及,踏平波斯帝国。 最后,大军开到印度河流域,四大文明古国他占领了三个,创下的辉煌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 方块K是凯撒大帝,贵族出身,先用了八年的时间征服了高卢全境,后面又率军占领了罗马,打败庞辈,实行独裁统治。 虽然最终并未称帝,却是罗马帝国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。 红桃K是查理曼大帝,这位大帝被形容是六米多的巨人,勇猛善战。 他在位44年,发动了55场战争,控制了大半个欧洲。 黑桃K是大卫王,攻取耶路撒冷,整顿朝政,安顿流民,建立了强大的以色列王国。 他还有一个非常牛的儿子,叫索罗门,被称为智慧之王。 梅花Q是阿基尼,这位女性呢,类似于现在的动漫人物,不是真实存在的,也不是传说中的人物,是由女王一词经过字母一味得到的。 方块Q是拉杰,她是以色列民族先祖雅各的表妹,也是雅各最宠爱的妻子。 红桃Q是朱迪斯,她呢,是一位美丽的寡妇,曾色诱侵略军的头领,趁她喝醉睡着时,割下她的头颅。 吓得侵略军狼狈而逃,溃不成军,拯救了全族人民。 黑桃Q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,古希腊神话中,即智慧女神和战争女神称号于一体的雅典娜。 梅花沟是亚瑟王圆桌中的第一勇士,兰斯洛特,后来因为与王后发生恋情,导致她与亚瑟王之间的战争。 方块沟是洛特伊第一勇士,赫克托尔,第一个被称为洛特伊城墙的男人,在与希腊联军第一勇士决斗中,洛贝尔王。 洪桃沟是查理七世的随从拉海尔,她是百年战争中法国军事指挥官,也是圣女贞德的得力助手。 黑桃沟是奥基尔,罗兰之歌中查理曼大帝的十二圣旗之一,被六仙女祝福的丹麦王子,也是十二圣旗中独树一帜的重头人物。 他的武器呢,是欧洲三大圣剑之一,慈悲之剑,卡提纳。 这就是十二章沟圈K对应的十二个历史人物。 对于大小王呢,一般都是小丑形象,分别代表着太阳和月亮。 在不同的地方啊,这叫法也不一样。 现在,您都了解了吗? 来抖音急速版,看视频,零现金。